大嶼山的東涌居住 近年越來越多人搬入大嶼山的東涌居住 今集風生水起輪流轉 就會去到一個住在東涌的家庭觀眾家 未入屋之前 就等余宗哲師傅先告訴大家 這一區的地運是怎樣 余師傅 東涌這裡之所以有這個名稱 就是因為它東西兩邊割一條蔥 流經這裡再落海 加上背靠一系列的山脈 這裡的住宅樓宇會不會風水特別好呢 顧名思義 東涌就是河蔥 河蔥在古代社會很重要 因為是農業社會 靠河蔥溪流這些水源 支持農業生產 有這樣的條件 人們才會聚居 然後旺町再說旺宅 所以東涌這個河蔥 這個地名也是屬於地區發展的原油 另外說山 山就是來著大嶼山的鳳凰山發墨 一路到石屍山、薄刀印 屋苑就是背靠薄刀印的下面 然後現在說的是八運 我們說九運就是北面見水 現在的東涌灣在北和西北面都是水 但是看過去這個機場 赤立國機場那邊海邊都是海洋一片 機場也是空曠的 屬於水的範圍 所以九運的時候 東涌特別是這個環境裡的屋苑 或者是地運是相當之旺的 這裡很多大嶼山的屋苑 都會看到一些大型的基建 或者好像機場那樣 其實對風水會不會有所影響呢 從風水學來說 大型的基建就會帶動周邊的運輸 交通 交通和運輸 因為無論你是普通的公路 高速公路或者是鐵道 其實在風水來說都是屬於水的 水管錢交通發達的地方 一定是經濟起飛 所以大型基建雖然會帶來環保 噪音的問題 但其實會大黃人流物流 旅遊、旅遊方方面面 財運興旺 所以對整體的地運帶動是相當之好的 謝謝 看完東涌這一帶的風水地運之後 我們便去到今集的家庭觀眾家 要看風水 當然要準備一個圓空飛星圖 首先找出單位的中心點 然後放射星感 將它平均分成8分 就會得出一個九宮飛星圖 紅色的數字代表單位 圓局的水星 藍色數字代表圓局的山星 而黑色數字代表圓星 師傅 這間屋的大門 橫跨了尼掛和坤掛兩個掛位 但因為門開的問題 通常僱主都會走到 七十七賴過二的一組數 即尼掛 這組數代表了甚麼 這組數 這麼說 孖七賴過二 看看甚麼時間 過去的七雲 它是黃的 但現在已經是下月八雲 而七便是退氣 它說明了一個問題 Amy所說 兩個掛位 走到一個門位 走這邊還是那邊 分別很大 孖七這邊 如果因為大小的門 走這邊 其實還在走退氣位 其實是扣分 另外一組數 就是坤掛59賴過四 這組數會否更好 開坤掛門當然好很多 59賴過四 向星9是未來生氣 而且9 我們經常求調 以下原文來說 它是幸福指數 代表嫁取 姻緣 事業 名譽裸掌 這些東西 加上下 運星有個四 四九 叫做木見火 出聰明其事 木火通明 那些人的靈感 投資 工作 生活都會更開心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就是把大小的門 封在尼掛那邊 或者固定了它 然後擴大這個坤掛那邊 走坤掛門出入 立氣便會更慌 但護主就擔心了 如果真的要改門的話 跟對面屋 似乎有一個門對門的情況 會不會不好呢 風水上很多朋友都會這樣理解 門對門就叫做衝 甚至有些古書說得很恐怖 兩家不可門 相對 必有一家退 開門 不可兩家衝 必有一家空 是不是這麼厲害呢 實際上我的理解 人的因素 你如何處理 面對的態度 重要的 為什麼呢 開門看到對面 打聲招呼 早晨 如果你開門看到對面 背著別人 心裡看什麼 那當然有衝突 我經常都覺得 做人好風水好 態度決定一切 門對門 不一定是不好的 如果禍門 更加大家的氣流 就可以互利 雙贏 但如果你的心態不正確 態度不正確 即使塞著門 也會有不好的效果出來 但秉薪流年 有一個太歲 就去到門的位置 那會不會這段時間 就不要做改門 或者任何裝修的東西 是 如果說了一個昆偉門 原局的升五十九大個四 向升九大個四 數是相當之旺的 越來越旺 去到九雲 2024年2月4日立春之後 那二十年也叫做九雲 九雲開九仔門 很多家庭觀眾都會聽過 知道了 那叫開旺門 但是問題有一個就是 如果我們今年 流年也是一個旺星的 八百飛星 旺星財星 來到這個門 那坤掛門很旺 不過事是有兩面的 不會絕對說好曬 或者什麼其他 流年太歲 也來到這個坤位 在這個單位的屋 望出去 那個坤位向著那個太歲 就是那個門口 太歲到臨門 按照中國人的習慣說 太歲可助不可向 現在我們這間屋 看著開坤門 太歲臨門 向太歲 就是跟太歲有衝突 所以見到 如果真的要動土 拆門改門的話 盡可能就不要在 這個秉申流年 每一年太歲所在的方位 都不同 秉申流年 太歲為處西南方 而這位家庭觀眾的單位 大門 也是這個方位 所以在秉申年 只要避免在這個位置動土 就算真的不能避免 都最好選一個比較好的日子 雖然 大門未必可以在今年作出改動 不過護主也可以多加利用 大門左邊的位置 因為這個位置 同樣屬於困掛的範圍 不如請教室內設計師 Aphys 看看他如何把設計 配合到風水的要求 剛才說過 坤掛59奶果4 這位置非常好 師傅可以怎樣利用 這位置 這位置是 木見火 出聰明其事 4是木 9是火 木火通明 利用什麼呢 文化 藝術 氣氛的東西 所以這個位置 當然我們說放置 如果隔著廚房 通常家庭觀眾會放置 一個叫做餐桌 但我們說無論餐桌 書桌 什麼都好 這裡可以考慮一些文化 藝術氣質 多一點 例如書畫 或者一些裝飾擺件 都是以這一類 去加強木火通明的文靈氣象 有什麼五行去增強它 綠色植物 或者是花位 紅花綠樹 都可以有一個作用 Ephisa 這個範圍 可以怎樣設計上 利用到呢 譬如我們可以考慮 把目前的櫃 拆掉 令它的空間感 比較充裕 把餐桌 在牆上 我們跟師傅說 我們把一幅畫 是以植物為主 它會比較舒服 餐桌 那個位置會比較闊落一點 而且櫃也可以搬走它 至於櫃搬去 是否旁邊 九十五 這個位置比較好 沒錯 譬如我們可以 利用那幅牆 做一個全身的高櫃 用一點淺一點的顏色 感覺上 空間感比較充裕一點 而收納方面 如果做一個全身高櫃 都可以多放一些東西 大師傅 這個位置 即是五黃 那有什麼不好呢 五黃本身已經叫做災星 黃邊有兩組的狗 運坐星是狗子火 運星下面的大字狗 兩個狗 媽媽狗 強的火 生往這個五黃星 這個五黃真的得其所災 很多人幫牠手 搞狗陣 這個災星 這個位置挺充裕的 剛才我建議 第二把那個櫃 做了那邊 95例的狗的位置 摘住它 其實有一個很好的作用 第一 做了一個櫃 你走不上去 坐不上去 另外 櫃上 我們除了一些文明氣象 藝術氣氛的擺件設施 就在59那邊 而這邊95 應該有一些重的金屬 形質二的物件 形狀原形 質量是金屬銅和金銀銅銅鐵 以量最好也是跟金有關的東西 譬如白色是贖金 五黃的位置 就可以用贖金的五行來化解 至於三璧星又可以怎樣化解 我們正在站的位置 屬於23.7的早數 是一個中工的位置 師傅 這組數代表了什麼呢? 這組數叫做當牛煞 在沿空飛升風水中說 3是木,雌油星 2是骨,骨是土,是牛 木黑土,榴槤再來2 其實都是當牛 不過幸好它是一個廳的中心點 也是整個單位的一個大太極的中心點 起碼不會坐著,不會睡著 不過就會走著,容易什麼呢? 3是是非破財 7都是不好的 小隱之狀,盜賊之精 7呎,3、7相逢 被劫度更見觀哉 所以都要小心去發解 在這個位置應該用什麼五行會好些呢? 首先五行一定是用紅色去化三壁 但是3和7還可以用白白土的概念 可以平衡和通關 至於Avis 其實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一個可以說反聽聽區之間的位置 可以怎樣利用呢? 我們可以考慮在小房的牆 伸延過來這裡 對上沙發的位置 做假牆 上面放電視機 或者放音響 然後後面的位置 可以作為一個儲物空間 近門、大門的位置 可以開一個小門 到時可以塞上吸塵機 可能一些折椅 方便儲物 顏色方便我們用米白色 因為我們要配合長身的色 看上去就會比較舒服 以及儲物空間也會比較多 這個單位 實用面積大概是530呎 一進門口 左邊就是廚房 至於洗手間 就要進廚房才可以走進去 這種設計 對風水有甚麼影響呢? 這間屋的廚房和廁所比較特別 因為廁所正正在廚房裡面 之前的雜數也跟大家說過 這個情況其實對風水來說是一般的 有甚麼不好呢?師傅 在古時說風水 廚廁其實是分隔開兩個不同的區域 廚房是火暗之地 煮食的 食入口 所謂我們開玩笑地說 是進口業務 廁所是排污的地方 我的理解就是五谷輪迴之所 屬於出口業務 你進出口業務 走在一起 同一個門口進去 廚廁同門 在古代的廣法 其實應該分開 不過現代香港的地方 錢窄串金尺土 廁所廚房差不多在旁邊是正常 不過同一個門口進去都是一個大忌 那AVAS可以怎樣改善呢? 最簡單的方法 用來把近大門的牆 我們可以拆掉它 拆掉它 拆掉的時候 就變成廁所不再歸藍在廚房裡 就變成沒有這個問題 看過廳區大部分位置的風水吉空之後 第二節回來 我們會再看看睡房的風水 以及窗外面的聯頭吉空 今集《風生水起輪流轉》 我們就去到一個住在東涌的家庭觀眾家 從這個單位看出去 除了有流景之外 也會看到部分的山景 這個聯頭對風水會帶來好還是壞的影響呢? 大嶼山東涌這裡 這一帶的山也很漂亮 我現在看出去 外面的窗戶也很清脆 這裡的聯頭好嗎? 東涌這邊看出去的山是蒼翠青綠 和山形也看不到石頭和綠麗 山形也算舒舒服服 而且近景是來遠 來遠也有很多樹木 還有一些空曠的地方 純以聯頭外國來看 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都算是可以的 而且從內國來講的一盤數 六十八 拉過三 向星八 是整個單位的叫 旺星旺位 不單是在 所有旺的東西都包括在這裡 這個六八叫做武曲 三壁叫做青龍 玄空學就說 更然武曲青龍 即是六和三 起逢左腹善耀 最喜歡來一個什麼呢? 八八 現在這組星就是武曲青龍 和左虎一齊 六十八在這三位 相當之旺 向星八在廳上 向星黃星最喜歡光馬開陽 槍是開陽 立光、彩光和光猛 另外再遠一點 我們從廳看的右手邊 高山那裡 那組是東北的八十六 八百山星見山 東北見山加分 既然這個位置 飛來了一組這麼好的星 又應該怎樣去利用呢? 六十八賴的三 既然這麼好的話 師傅可以怎樣利用這個位置? 這個六十八賴的三 向星八 六十八 最好是 第一,坐著它 走著它 動起它 坐著它 可以安梳化 如果家裡有老人家 可以按摩椅 如果小朋友有寶寶床 也可以考慮放在這裡 另外動起它 可以利用冷氣機 風扇、水著月光 打印機、物兒設備 電話動起它 用什麼五行會比較適合呢? 火生土 或者是紅色、紫色、粉紅色 土是米白、蜜奶黃、橫色、金氛金色 這些顏色都有座王 六十八賴的數 既然是一個客廳區 Avis可以怎樣設計呢? 我們就把梳化放在剛才師傅所說的顏色 可以放一些鑰匙 用一些顏色也可以 因為整張梳化用紅色 可能感覺就比較刺激了一點 另一方面 我們可以考慮 把冷氣機 因為現在正在看窗口色 可以換個分體色 寧靜一點 把出風口位 放在梳化上面 把剛才師傅所說 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另外師傅 你在看整個盤子的時候 就說過 在我旁邊有間房間 還有一個房門 就要改一改 這個稍後會再跟大家說 但如果改房門的位置 Avis又可以怎樣利用呢? 我們改了房門之後 把原生的房門 就會封了它 可以將它伸延到電視機位 做假槽 可以整個視覺效果上 都比較有系統的 看起來比較舒服 看完廳區的風水之後 兩間睡房的風水又是怎樣呢? 這間房間總共有三個人住 包括了媽媽 一個女兒 一個兒子 兒子已經決定了 睡一間小房 就是四十一蕾角五 早數 但剛才師傅 你也有說過 這間房間要改門 為何需要改門呢? 原則上 看風水 或者什麼 我們盡量都不會建議 護主去改大的改動 非不得已 我們才會建議 為甚麼呢? 因為這個單位 房間 這個小房 是四十一蕾角的門 但如果在房間的中心 怎麼來計 它的門是開到 對挂的九十五是那九 我開過五王門 那是災門來的 其實房間的風水 我們說兩個重要 第一房門 房門決定一切 第二就是床頭的位置 這兩個位置 即使未必一定能夠在 好的位置 但一定會在最壞的位置 現在這個房門在九十五這邊 單位門就不能改 但如果房門能夠 因應間隔 或者位置 能夠做一個適當的吹鼻 開一個好些位置的門 或者沒有那麼差的門 會加很多分 好了 改了房門 當然位置就會好一點 至於床頭方面 可以睡在哪裡會比較好呢? 床頭是因應改了門位 而去決定的 房門才是主導的作用 那你開了一個門 但如果你貼著那個房床 就不合理 所以這個門 我們首先要考慮 按照這個圖 因為開在房間的中心點 看出那個間鱗 在右上角的五望門 如果能夠可以的話 向下 在沿著廳那邊的牆 向下開 開個中心點 開起碼的拳掛 開不了一個拳掛 拳掛是十四 至少開一個文窗門 而不是開一個最差的門 如果這樣定了那個門位 在那個房間的中心點 右下角的拳掛的話 那房間的床頭 就不可能安在鎮掛的位置 對著房門來睡 所以床頭要升高 上去 對著浴室那邊 當然要考慮浴室後面 千萬不要是馬桶 如果是其他 像肉的設備 是沒有問題的 但千萬不要是馬桶 對著床頭 就可以了 至於AVOS 床頭位置 師傅就說了 其他的儲物空間 衣櫃之類 可以怎樣分佈呢 我們改了門口之後 我們看到衣櫃就差一點 未必有地方放 變成了我們可以 把原生的門位 旁邊的小牆 將它退後一點 因為那裡 我們剛才已經說過 我們會改了一個 小的儲物空間 儲物室 在儲物室裡 偷一些位置 做了一個衣櫃 當然它未說很大 不過如果是男生 應該夠放 至於這個大房 有兩個人住 包括了媽媽和女兒 但是都是成年人 其實那個床的擺位 也比較有難度 師傅如果根據一盤掃 房門有沒有問題 或者床頭擺位 可以怎樣做 嗯 就是同一個概念 大火的中心 如何來計算呢 立即是開到那個門 開一個順滑門 最過是沙爾賴的路 相昇然是病庫門 而且一個大太極 整個單位的中心 如何來計算呢 大房就立了在那個對掛 大部分在對掛和拳那裏 對掛是九十五 是那個狗 俗稱叫五王房二黑門 災星房病星門 這個房就輪盡了 但是我所知 這棵牆的門 兩棵牆是結構來的 是雲拆得的 房門不能變 於是我們變了什麼 變床頭 床頭一定不能安放在對位那裏 因為大太極五王 小大極的房間計算出來都是五王 五王中的五王 災中之中的災位 分開是自己拿來搞 還可以一批符門 所以應該我的理解 其中一個 如果安排兩張床 一個床頭可以考慮在房間 大太極的拳位 或者十四的位置 或者中心點房間計出來 是那個坑掛六十八 這個床頭可以這樣擺 另外一個就是 一張床尾就分開不到 這個樓架床 另一個就是 這個房間的左上角 是一個零位 起碼床頭睡著孖七 腳就向著九五那邊 避開床大最差的位置 吹吉避空一定要做 但這間房間的門口 或者床的位置 五行方面 用什麼顏色會比較好 因為都是五王位 整個房間的基調 最好盡量不要用大紅大紫大綠的東西 柔和一點 香檳金 米白 奶黃 淺冷色 光亮 而且房間雖然窗很小 沒有納光 彩光是不夠 淺的亮米的顏色 有加分的作用 至於要放兩個人的床 有儲物空間 有衣櫃 真的有難度 AVS可以怎樣做 現在房間實在是 擺不到那麼多東西 我們都要盡量 首先我們把房梅不改 我們改了門 所以房間內的空間會比較大 床與床之間 其實也有一個牆空出來 就是房間對著的位置 變成那個位置 我們可以製造衣櫃 當然未必可以製造很大 但至少可以解決兩個人掛的衣服 一進房間的位置 我們可以偷拍一些空間出來 製造書桌子 雖然房間位置的飛星組合 不算是很旺 但也可以利用床頭的位置 或者用式做到吹吉鼻胸 這也是學習圓學的意義 如果你都想知道 怎樣可以善用空間 又符合風水的學問 只要繼續留意風生水起輪流轉 我們會將圓機一一和你分享 另外你有興趣的話 如宗哲師傅和Avis 更可以在節目中 來到你的家 為你提供意見 這麼難得的機會 不要猶豫了 快寫信給我們吧